大家好 歡迎收看金牌特派 又到了暑假打工的旺季 時下最夯的國內打工換住宿 也有大學生選擇要出國打工度假 看你想學的是人生的經驗 還是收入 先來看國內 宜安烏石港 北台灣知名的衝浪聖地 每年吸引了30萬人前往旅遊 所以暑假會找許多的學生來打工 協助業者來招呼遊客 這些學生稱之為小幫手 每天工作6個小時 換業者提供免費的住宿 小幫手在下班之後 還可以學習衝浪技巧 來這邊很放鬆 然後環境也都還不錯 海邊生活不會像都市一樣 壓力很大 放在胸口左右兩側 手肘微微合起來 看著正前方 來一起遊 跳 非常玩 第一次都選擇來衝浪 因為我比較喜歡戶外的運動 去年吧 我跟著爸爸一起去台東玩 然後他就 爸爸也想玩衝浪 然後我想說 那我就來學 這樣 然後回去也可以跟家人 有更多的互動 對於就讀民船大學的小潔來說 第一次打工換宿 穿著比基尼來招呼衝浪的遊客 這裡面最大的考驗 就是如何跟陌生人開口招攬生意 是沒有什麼心理障礙 因為 就是其他同事也是看到有人過來就會 去問 所以我想說那就跟他們做 我的挫折感就很大 他就跑回來說 我又被打槍了 對 那我們就會慢慢教育他說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不一定 你去招攬 十次 十次就已經會成功 這個經驗呢 是要慢慢的培育你 怎麼去跟客人面對 怎麼去跟人之間做一個交流 吳小姐的衝浪俱樂部 每年收15名小幫手 分三班制 每班6小時 小幫手付出老物 換取免費住宿 以及學習衝浪技巧 去年去了北海道後 還是覺得 這裡打工換宿經驗比較好 所以我今年又回來 這邊打工換宿 然後做久了就變 就是當成教練這樣 只要他們時間 十四五換到6個小時之後 我們還是希望說 他能夠去體驗衝浪 體驗去玩水 甚至於去深度的體驗 我們宜蘭的一個小旅行 不要不要不要 走 啊 我胖就這麼對待打工換宿 在我大學生活裡面 就是有很不一樣的體驗 特別是打工換宿這一種 我是覺得 只有在大學 這種體力很充沛的時刻才會做到 對我就是想要玩 可是 可是我要反思啊 當我自己在打工的時候 我是在玩嗎 當然這也是在玩的一部分 但是我更希望把它調整成 我在體驗 不一樣的 生活 李宜榮創立的平台 是國內三大打工換宿的資訊平台之一 他自己早在2010年就開始環島打工換宿 分享經驗 因為有太多的年輕學子會問 什麼是打工換宿 要怎麼找 還有 要注意哪一些事情 把這些資訊設立了公益網路平台做記錄 也替學生把關 業者需要提供什麼樣子的資訊 地點啊 或者是說工作的時數 還有你小幫手住在什麼位置 還有就是 工作的內容是什麼 這些等等 我相信 要過去換宿的小幫手 他們非常需要知道這些訊息 以出浪為例 業者一年營業不到半年 找正值不划算 透過打工換宿找了小幫手 歷經一開始的磨合期 這幾年下來 不斷拉近雙方認知差距 所以他還覺得說 這個工作上面 可能認知有一個落差 對 那住宿的部分 它也會有一個落差 他可能認為說 我來這邊住宿 就像飯店一樣的一個 一個服務 一個規模 對 但是我們的一個住宿的部分 就是一個像大家庭一樣 大家就睡大通鋪 我問Azzy就是把今天的海水流在 流在小溪 你要很開是不是 你要拿走啦 來海灘拿這些東西來幹嘛 他也願意就是透過 每天勞務的 四到六小時 然後做這樣的交換 他自然大家就 就是 沒合在一起了 對 而且不一定是勞務 因為勞務是最簡單的 其實有更多的事情 更好的事情 其實是 專業 或者是一些技能的交換 目前 國內打工換宿的產業 包括了民宿 農場 餐廳 抽浪潛水 暑假就有超過200家業者 1000多個打工換宿的機會 除了八成勞務 也有兩成是專業換宿 甚至連陪伴偏鄉孩子讀書 都能提供換宿 你開始就要念 怎麼打理自己 對 你要管理自己的時間 怎麼跟人家配合 甚至 你要料理自己的三餐 對 那甚至開始你也要學 怎麼融入那邊的生活 你只要小幫手一報到 我第一件事情問他 有沒有告知父母親 你們在俱樂部上班 就是俱樂部換宿這樣子 不要想太多 就來吧 就是新郎不要帶太多啦 因為真的用不太到 來海邊就是 比基尼 褲子 然後一兩件衣服 這樣就夠了 這邊要提醒的是 國內目前沒有打工換宿的法令規範 所以對於工作的內容 換宿的時間 或相關的福利 獎金 都是業者跟小幫手 自行達成共識 當然 也幾乎都沒有勞保 而這是國內的部分 還有人會選擇出國打工度假 目前有17個國家可以選 包括以往的 紐西蘭 澳洲 日本 韓國 加拿大 英國 德國 愛爾蘭 比利時 斯洛伐克 波蘭 匈牙利 奧地利 捷克 法國 再加上新加入的 盧森堡 還有荷蘭 一共17個國家 開放打工度假 年齡限制在18到30歲之間 部分的國家是放寬到35歲以內 停留的時間大概都是一年為主 其中美國限制只有學生能夠參加 反而成了大學生打工度假的首選 最關鍵的問題是 打工度假 真的能賺到錢 和人生經驗嗎 打工度假 波蘭 波蘭 張棋 獨兒 往前趴 往前趴 唱歌的是一群美國童軍 華獨木舟唱普娛歌 地點位於美國中西部的 鳴門蘇達州 當地遍布湖泊 交唱是來自台灣的大學生劉芳如 也是自身童軍 他會讓台灣的童軍 到美國的童軍 下令營 然後去做服務 然後最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是文化分享 這個是優秀童軍徽章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晉級徽章 這一套衣服整身就是要出國 代表團使用的衣服 劉芳如事先大學公關廣告系 大二那一年通過征選 獲得資格參加美國童軍下令 打工度假 那是我第一次出國 然後是為了拓展國際觀 然後我要讓美國人知道台灣有多好 拿出當時和美國童軍互動的海報 劉芳如說 一次打工度假 也看到外國人眼中的台灣 其實他們知道真的很少 所以一開始大家都寫 Ruru is from Taiwan 就是他會知道台灣是 就是Ruru在這個地方 台灣人 然後還有 那個有人寫就是衝浪 然後還有台北101 因為那時候是曾經最高的大樓 嗨 Emi 嗨 我們很開心 除了打工還要體驗美國文化 流行直斧頭 這是一種特別的設法 只要力道控制好 就能一次射中 被美國人當作一種運動 嗨 Ruru 嗨 Ruru Ruru 當我跟他說 You can call me Ruru 然後我就覺得 今天他們把我當家人一樣 I can call me Ruru I can call me another man Be a man He is 24 years old His name is Steven 劉芳如被安排在夏立營販賣部打工 供吃住 兩個月賺了兩千美金 相當於六萬台幣 也學會積極主動 把自己的臉皮變厚 你想要你就要去爭取 對劉芳如來說 出國打工度假 可以欣賞國外的美景 又可以打工賺錢 作為旅遊的經費 一舉好幾得啊 不過也有一位大學生 他是開開心心到了美國機場 結果一下飛機就遇到了問題 還被迫在機場流浪好幾天 沒有掃機 然後也沒有朋友 就一個人在那邊 自己旅行了一個禮拜 吳貴君 榮華科大學生 計劃到美國打工度假 原本說好朋友接機 沒想到 抵達美國俄亥俄機場 竟然聯絡不上友人 因為畢竟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就是心裡會覺得很 就一方面孤單 一方面覺得就是很害怕 他的心裡然後就在機場的一個 可能椅子啊 還是那種有地盤的地方 就在那個地方休息 對啊 然後 有的時候可能還用 那個廁所的水 可能稍微梳洗一下 想想都到了美國 不能半途而廢 胡貴君補起勇氣 用卡卡的英文到處求助 好不容易脫困 前往數十店打工 那錢是最實際的嘛 那當然還有就是 練習英文跟去旅遊 就像胡同學說的 賺錢最實際 不過在國外還是要有敬業的精神 他說有一次啊 上班遲到了五分鐘 就差點工作不保 也讓他見識到 外國人的工作態度 你只有這次的機會 那你下一次遲到 你就被開除了 對啊 平常老闆跟我們感情這麼好 可是他的法就非常的重要 台灣是廷禮清禮法 然後美國是法禮清 胡貴君打工三個月 賺了18萬台幣 全部花在機票 代辦費 旅遊 沒帶回美金 帶回全新的自己 我覺得我可以獨立自主地 完成很多事情 然後怎麼樣去生活 然後怎麼樣去工作 怎麼樣去面對不一樣的人 很多人在意啊 打工度假能賺多少 只有極少數能年收入達到百萬 這還沒有扣除到 生活旅遊的開銷 而根據平面媒體的調查 一般年收入平均是36萬台幣 一趟出國的開銷 平均要2、3萬台幣 再扣掉國外的旅遊 等於只有5%的人 能夠存下一筆錢 像我現在就是 不敢說英文非常的好 可是我現在跟外國人 就是我都有辦法交朋友 一聞到他的味道 我就會想起那個暑假 我是非常懷念的 一聞到我就會想到 你可以聞看看 有肉桂還是什麼話 美國的回憶的味道 所以如果追求財富 不一定適合打工度假 而是度假為主 打工為府 像胡貴君 他學好了英文 也學習到國外的工作態度 也讓他畢業之後 跨國企業的求職更順利 劉芳如他交到好多國外的好朋友 也讓他比別人有更多的機會 到其他國家來深度體驗 不同的文化還有生活的方式 聽完他們的故事和收穫 所以年輕人準備好了嗎 有任何想法歡迎留言 我也會一一的回覆 最後記得訂閱台灣大搜索頻道 掌握最新的進度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見